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10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台风原归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 华林县降雨情况仍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而县长许正卫星系相亲 12号上午是在农业处长吴坤如 秀林乡长王梅归陪同夏 视察了农损与家户灾情 请听相亲的需求 台风原归海上台风警报在上午8点半解除 欢迎现降雨情况仍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现在许正卫星系相亲 12号上午先是前往西路云乡水源村收容中心 在西路云乡的王梅归和水源村长王梅归的陪同之下 现实相亲们海逊万能了解家户台风期间是否平安 今天都还好吗 好吗 有没有不舒服 晚上有吃了吗 有哦 我有带一点早餐来啊 我们要煮西饭 那我们回去可能也危险 所以让它稳定一点 女士也想下来停下来 好不好 好 最后先来许正卫前往水源国小校长 渝长霍雷家中后方的排水沟 来了解淹水的情况 紧接着并且前往小水源 视察排水不足造成淹水的情况 现在表示将会严离方案来协助解决淹水之苦 许位厦长王梅归表示 向来感谢县长徐正伟 在中央气象局上午解除海上警报之后 马上来到旧营乡来关心灾情 由于旧营乡遭受到土石流汗农烟损害 换现代武汉旧营乡公共所会急得解决 来进行灾后复原的工作 一早因为担心乡民因为受到原规台风的影响 一早我们就到部落各个村去行事 那在部落也碰到了我们的县长 那关心我们部落的因为台风影响受到的伤害 所以早上去了两个地方到我们的水源村 因为是溪水过大 那因为豪雨的影响 那水已经淹到住户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水沟的排水 需要一些改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那来到这里闻南村 那看到我背后的景象 你就知道我们的农民多可怜 种的种植 种到一半 早不容易长出果实 还不够成熟 就被大雨降尖末 所以都无法收成 所以我会逐村到各村去行事 九个村都去行事 我们乡民的一些受到的灾害 那通球怎样来协助我们的村民 不管在建设也好 整个农民的状况也好 我们看看要怎么去协助 他们来重新恢复他们的生活 经过一个上午的会刊 旭文乡长文贵表示 正在旭文乡境内农业的部分 它会经常清查全乡损害面积 以及各项情况 并且向县府农业处承报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